真的是太貴了 而無獨有偶的是 連鎖早餐店 紅葉漢堡 有部分的分店 也確定從2月1號開始要漲價 總公司的回應是 這個尊重各家盟主 調整的幅度 也由各分店來自行決定 金黃油亮的肉燥乳汁 淋在熱騰騰的白飯上 國內知名餐飲業者胡旭張 2月1號又要再漲價了 10款便當調帳5塊錢 鴨蛋調帳1塊錢 兩款甜點調帳5元 平均帳幅5% 滷肉飯真的有點貴 它的價格真的是有點貴了 是有點偏高了 因為平常路邊 它大概都四五十塊 胡旭張調帳之後 雞肉飯便當從八十塊 變成八十五塊 招牌便當從九十五元 漲到一百元 綜合豬腳滷肉飯 從一百三十五元 漲到一百四十元 網友們一片哀嚎 紛紛留言表示太誇張了 真的是吃不起 還有人抱怨 薪水什麼時候才能調帳 人力薪資成本 與原物料不斷上漲的壓力 會調整部分產品的價格 有77%為調整價格 無度有偶 由眼間網友發現 紅葉漢堡有部分分店 近日貼出公告 從二月一號開始 餐點價格全面調整 甚至已經更替 調整價格之後的新菜單 一個漢堡八十元以上 對此 業者表示 這次漲價不是全面漲價 而是由各分店自行衡量 人事以及原料成本 決定是否要漲價 總公司尊重各家盟主 過完農曆年連鎖餐飲業 陸續宣布漲價 民眾荷包又要縮水了 記者林鄭金王一仲 台北報導